今天看到冰箱有些鸡翼 打算做瑞士鸡翼 其實不是很適宜 因為很大隻 大隻的雞翼 難熟一點 做瑞士鸡翼或者做 豉油黃雞翼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解凍 解凍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不是說有些雪味問題 通常的雞翼買開我當時 沒有雪味沒有雪味 不會太大問題 不同那些煉魚柳 如果解凍不夠 冰冰硬硬的 外面就煮熟了 裡面的骨頭會不會流 你說煮久一點可以嗎 煮久一點 這些肉就粗糙 解凍呢 我初頭就會用這個水浸去 然後用鹽水再浸多一次 浸了一會兒 大塊冰就沒有了 都未完全解凍了 做一點鹽水 做一點鹽 現在就真的要浸到完全 和室溫一樣 一會兒再攪拌 又浸了20分鐘左右 差不多 這樣可以 拿一下 再用清水 justamente沾沖 魚崖間沖 用結尾粉 雞翼 最後適合 你再適合你們 破乾水 非常的完了 用芝麻 也很干身,就算未用紫抹也很干身 这次我想顺便做个实验 一边不落底味,一个是落底味 我做两种是不落底味的 先做个记号 这种皮剪开了 这两种是不会落味的 我见很多人做这些鸡翼都不会腌下 我觉得怎样都要加少许盐 腌一下,给底味少许 腌十几二十分钟就能煮 不要放回冰箱,放回冰箱又煮冻骨 很麻烦,室温 都腌了二十分钟就能煮 这样就 加点豉油 豉油就 多一点 老抽 老抽 老抽就三分一 豉油三 老抽一 老抽一 放一点点 然后就放适量的水 适量 然后加点糖 比较少许 比较少许 冰糖 比较少许 冰糖 比较少许 冰糖 比较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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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点 放一点 放一下冰水 让它爽口 不要搞太多 姜葱也不放 我见过最复杂 好像做老水鸡翼 又花椒 又八角 又甘草 很夸张 冰糖都融化了 捏捏它 试试味 说明就是瑞士鸡翼 要甜的 多加一点 糖 溶得八百九九 可以 鸡翼 就 干些 干身些 容易入味 可以 下之前 最后抹一抹它 开大火 煮回 滚去 不用太多水 滚了 就交回中小火 因为很少水 盖上盖 煮回 六分钟左右 只有一只鸡翼 那么大只 如果小只 五分钟都可以 不要太小火 刀六分钟 我转一转它 盖上盖 滚起 滚起 关火 焗回去 二十分钟左右 过了二十分钟 完成了 那就可以吃了 不过要找回那两只 出来有点难度 千辛万苦 找回这两只 剪了皮 这两只 没有找盐那一个 试试它 入味的 真的没有盐 试过 OK 试完这只 这个有盐当然入味 不过相差不远 似乎 没什么需要 不过好像熟了一点 下次我会短一分钟 小火五分钟 你觉不觉得太熟了? 我觉得刚刚好 你看看鸡肉 还有点滑滑的感觉 有点滑滑的 吃完了 起码一样东西 就熟了 不要说血淋不淋 不过呢 有样东西不太好 骨头呢 就 偏深色 如果骨头是这样 就好一点 我爹说 鸡骨如果白色 就反映它 新鲜一点 雪藏鸡如果鸡骨 黑黑黑的 就不太好看 没什么科学根据 好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